中国渔民被台湾海巡追捕至粮死,没开密露器 从2024年台湾警察电击行球 警察捅破冠犯疲藏致死,刚好都没开密露器谈起 台湾经过转型争议清洗后 台湾文化的残暴本质暴露 海巡追捕碰撞中国渔民粮死后 又传出警察电击行球少年 用警棍捅破冠犯疲藏致死 这三件发生于2024年2月的暴力执法军未开启密露器 说巧合是骗鬼,是为了暴力执法才故意不开密露器吧 要不然怎么会接二连三都不开密露器 然后侵害人权致死的暴力执法都发生在警员 海巡没开密露器的期间 密露器也不是这么高科技的产品 去坐公车就可以发现一大堆录影镜头 为了避免纠纷及当意外来临时 厘清相关责任 多年前及时记录根本就是每个执法人员必备的配备与尝试 要说刚好没录到 为何光二月中就有三件意外都刚好没开密露器 没有知识要有尝试 没有尝试也要看电视 每至警察 执法人员乃至检察官要进行对相对人进行违法行为时 明明规定要录影 该录影也会被关掉以逃避监督 而且非常恰巧的 那些意外事件也会发生在录影故障的时候 这种可疑的执法 台湾当然也有 而且就在2024年2月的现在仍然发生 根据自由时报报导 屏东县警局春分局一名警员16日执行时 在压制过程中 以警棍重击蔡姓妾贤 蔡贤被待会派出所 在等待制作笔录前就倒地不起 送医不治 平线警局认为有一点带厘清 主动报请屏东地检树侦办 经法医解剖发现蔡贤一脏破裂 检方调查询问涉案三名警员 其中詹姓警员交代不清被收押 报导提到50岁蔡贤是高雄人 由于身上许多顾疾 在派出所猝死时 所内原警仍全力CPR救护 因蔡贤疾病缠身 且久未与家人联络 因此蔡贤死亡后 家属对死因没有太多意见 但平线警局后续调查 蔡贤在现场遭待捕后 回到派出所死亡 道场警员身上的密录器 刚好都没开 只保全派出所内 嫌犯猝死及急救的监视器影像 更引发侦办人员疑斗 法医进一步解剖调查出 遗脏破裂 其他道场警员 才坦承执法过程的警棍攻击状况 我们注意一下 自由时报的这个报道 记者蔡宗宪特别在一段话中 下了特别的标点符号 他提到 道场警员身上的密录器 刚好都没开有这么巧 刚好 记者 对 刚好前后加上引号 这个 意味深长啊 另一则报道 是本月18日晚间 一名17岁少年 行经桃园警分局 武林派出所时 遭三名园警拦下 称他涉嫌掳人乐赎 并带进派出所 园警社 勒住少年脖子 拖进真讯室 持甩棍 硬张铁盒 及电击棒 行求少年 逾一小时 造成少年身上 多处伤痕急于轻 事后 警方表示 没有开密录器 而少年则提告 三名园警 涉嫌恐吓 及伤害等罪 桃园市议员 湛江村 召开记者会 指少年 滞留在 真讯室 七 八个小时 行求时间 长达一小时以上 过程中 电击棒 一度电到煤电 另一名园警 还拿新的电击棒走来 其他园警 都没有制止 造成少年身上 多处伤痕急于轻 直到隔天凌晨五点多 警方将手机 还给少年后 要他离去 湛江村指出 他请警方提供办案 过程密录器 警方却说 当时没有开 这两则新闻都证明了 一 至少到了2024年 台湾的执法人员 都还有暴力执法的问题 二 执法人员暴力执法时 密录器刚好都会没开 因此 本月14日 中国渔船被台湾海巡撞 导致两死事件 管碧玲说 基于日常经验没有隐匿 我再重申一次 这种事情不可能隐匿 海巡没有隐匿的动机 云云 难道台湾警察 就有动机隐匿 如果正当执法 执法人员 当然没有动机隐匿执法过程 就是因为执法过程违法 或有严重瑕疵 执法人员才有动机隐匿执法过程 台湾执法人员的密录器 可以在2024年2月的14日 16日 18日 刚好都失去应该发挥的作用 这已经不是无巧不成书 而可能是系统性的问题 这还是刚好被报道出来的 黑数有多少就更不得而知呢 接下来我们也要观察检察官办案 会不会有类似的情形 根据报道 新竹市长高红安摄探案 10日 传唤共犯绰号公卫文 水母的前高红安 立委办公室公关主任 王玉文出庭 最引人注目 是公卫文的侦查光碟断片 16分钟 前检察官吴宗献指出 目前开庭录影档案上传云端 检察官 书记官已无动手破坏的可能性 若庭讯中曾中断录影 记录中就会出现两个档案 这从书记官电脑系统的影音档清单中 都可以轻易看出 刑事诉讼法第100到1条第1项 归本文定讯问被告 应全程连续录音 必要时 并应全程连续录影 公卫文当天的录影档案有两个 并不是经过裁切 而是书记官曾经受检察官的指示 中断录影 北检自己理亏违法 公诉检察官 禁于退庭时称 征讯过程 影片中断之16分钟 是在与被告及辩护律师 做法律上定义之沟通 无关案件内容 不明白被告声 请勘验法律异议 且被告相关描述 有引导舆论 塑造检方引导办案氛围之余 截取自新新闻电子报 竟合理化自己违法作为 还将错怪到被告身上 这实在不足取 更何况是面对如此高争议性的政治案件 承办检察怎能不谨慎 这四件事证明 台湾执法 司法单位关于规定上 应该全程录影的部分 都有可能发生密录器刚好都没开 或检察官自认无关案件内容 而只是书记官停止录影的情形 这样的台湾司法与执法 行政院长陈建仁 呼吁相信司法调查的公正性 未来的总统赖清德表示 支持海巡坚定执法 台湾就是这样 支持密录器不开启 检察官决斗 无关案件内容而停止录影的办案方式 我们合理怀疑 当台湾警察要刑求乃至殴打嫌犯 密录器就会发生 刚好都没开的情形 当检察官自认无关案件内容 明明应该全程录影就会中断 外人认为海巡没有录影 很奇怪 难道不就是台湾执法单位太可疑了 不然 为何嫌犯被打死 被刑求都刚好没有录影 台湾经过转型正义后 台湾司法与执法 应该已经脱离万恶两奖余毒了 没想到 在台湾文化孕育下的警察与司法 竟然还有密录器 刚好都没开下的报信 赖清德们与台湾要大家相信司法 警察乃至海巡 还不是因为别人的孩子死不完吗 Black Jack 2024年2月24日 就被宣 Ochs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